中国文艺 温馨的港湾 家是每个人栖息的港湾 家里有欢笑 有争吵 有误会 有委屈 有欢爱 给你来个足底按摩 今天咱们就来说一说 家里的妹点事 在2013年的春晚上 毛阿弥演唱了幸福 唱出了人们对幸福的体悟 幸福是什么 幸福就是同甘共苦爱的依靠 你是我 你是我 江下一条河 地染着多少土色 你是我 最美一首歌 尝尝所有回魂的梦 你 你是我 是你 是你 流淌着爱 是爱 是爱 交换消火 幸福是风霜雨雪 都寂寞 再把阳光收获 都寂寂寞 是你 离不出来 是爱 交换消火 是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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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经历过生活积淀的马阿民 把幸福的内涵 演绎得深沉 美美感人 双手依然紧握 双手依然紧握 在生活中人与人相处 难免会发生误会 造成误会的原因 基本上是因为彼此之间缺少沟通 导致双方互相猜测 如果没有解开误会 就会影响两个人的感情 今天咱们就说说 发生在家里的那点误会 婚外情是破坏家庭稳定的头号杀手 也是夫妻关系中最为敏感 最不可调和的领域 2013年春晚小品 今天的幸福 讲述的就是两个家庭 因为一个误会 所引发出的一系列 令人啼笑皆非的闹剧 哎呀 别管 从现在起 不许挂掉电话 为啥呀 我就纳闷了 你那个离了婚的女老板 为啥要提拔你当大堂经理呢 啊 闹了半天你怀疑我 我不是怀疑你 那就好 我是怀疑你俩 没事没事 你就自然点正常敲门进去 我就是想听听你亚提示是怎么交流的 不许挂掉电话 去吧 我不去 行了我去 我要是上去敲门 够了 够了 你要是跟我来这套的话 那我就上去了 听见没有 多么正常不过的敲门 给你流门呢 听见没有 多么蹊跷的流门 老板你人呢 给谁流门呢这是 是我 问心无愧的好见呢 什么 我听不清 我洗澡呢 你过来说 我就先不过去了吧 你真会赶许好 正好我刚洗的澡 好见 老板 原来您洗的是能吃的大红枣啊 不是好见的 你说这么晚了 你怎么来了呢 您不是提拔我当大堂经理的吗 完了我媳妇非得让我送个果篮过来 谢谢谢谢 哎呀 这小果篮 另过来累坏了吧 没事 我这走两步歇两步的不累 好见的 是这样你今天来的不是时候啊 一会呢我前夫来 我怕引起不必要的误会 你明白 我明白 我不耽误你俩事 但你说谁家还没个误会啊 我就想请您大声的说一句 你说咱们饭店齐个服务员 你为啥就提拔我当大堂经理了呢 怎么 这概率很低吗 我为啥提拔你你心里不清楚吗 我 时而清楚 时而糊涂 我不就相中你这个人了吗 老板你好 我跟你说你说话说全乎点啊 你要这么头三减四的 我跟你说我真得多耽误你一会儿吧 哎哎妈呀好见的自拍坐下了呢 不是你看好见你说一会儿我前夫来 这大半夜的要是把咱俩给逮到了 是不是不太合适啊 那咋还能用逮呢 我亲家俩早餐还至于逮我呀 好见的你看啊 平时这个点 咱们是不是都该睡了 不是这都啥时候的事啊 咱俩啥时候睡过呀 我就直说了吧 今天晚上我就不留你了 你哪天晚上留过我呀 不老板你今天说话 再一句一个大霹雳呢 我请您正经的回答我一句 咱俩到底是啥关系 好见的 你要是真守不得走 那等我前夫走了 完了你再回来行不行 那我才回得来吗 不是你今天说话 在顶峰上呢 你就顶峰来的呀 谁 完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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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下得心神了 好见你快点躲下来 我问心服归的好见 为什么要躲下来 当时我俩就是因为误会离的 我求求你快点躲下来吧 我身正不怕有的邪 快快快我邪 我这不可 你快来躲从哪里 给你邪 完了 就算身正不怕有的了 给我站住 都换新的了 是啊 要不我用啥呀 离婚的时候 不都让你搬走了吗 是吗 老高啊 你忘了吧 你走的时候 家里就剩下我 和程中强呢 这当年呢 太冲动了 老双脸干啥呀 大半夜的 当年 你就是这么害羞 我也害羞 我牵着你的手 就像现在这样 我的小心脏啊 普通普通之策 我俩就这么手牵着手 走在百游马路上 迎面就撞见你妈了 把你给吓的呀 对 当时你就是这种表情 哎呀 你一看见你妈呀 你吓得一下就把手抽走 穿到小树林里去了 我一看你跑了 我就追你吧 哎呀 我就追你呀 你就跑啊 我就追你呀 你就跑啊 我就追你呀 我一看我追不上你了 我说我等会你吧 你一旦到我怀里来了 我 哎呀 哎呀 我吃 不是你这一记绝情脚 把我从回忆踹到了现实 哎呀 好戒 我贱 我贱 我好贱 我不是说你 别说了 那个今天我来呢 就是想告诉你一个好消息 我又要结婚了 找了个小女朋友 年轻漂亮又有钱 你说去人吗 我今天呢 就是想让你替我把把关 要是你这么小心眼的人都觉得他好啊 那我俩就领证 当然了 只要你说不同意 那也不好使 这也心里是不是有点不好受啊 嘿嘿嘿 要是这么说 那我这心里 可好受死了 啊 既然话都说开了 那你就先替我把把关吧 好 两个像吧 小宝贝 好 别怕是差的了 别躲了 都说开了 来 介绍一下 好戒 我小男朋友 老高 我潜伏 潜伏哥 要不你们先聊 我先走了 反正我那儿还有个会 啥会啊 误会 配合一下 不是我不配合 现在表面上太是三个人 其实是四个人呢 四 哪小事都往外说呀 我的老天爷爷呀 不要脸 潜伏哥 你头上有顶帽子 你说我这药脸的人实在是待不住了 我先走了 我求你放我一把 我给你升职加薪 这不是钱的事 那个客人还没走 你这当主人的走了 合适吗 嗨他爸 嗨他爸 有点儿行为行 尽量少说话 好的老公 哎呀 哎呀 别玩手机了 不赌 哎 小小小小小小 小贱 当着你前夫恶的面你就别抱我了呗 哎 躲刺激他呀 哎 就咱这样啊 你看啊 咱这么多人在 咱做个游戏啊 看谁能一直不说话 到底是小男朋友哈 就好玩 成天手机都不离手 就知道为个伯与个聊啥的 我要是没看错的话 这款手机只能玩俄罗斯方块吧 人家就跟俄罗斯流的血 不玩方块人玩啥呀 是不是 是不是啊 俄罗斯的 是不是是不是 是不是 俄罗斯方块 这口风 哎呀 我说你是在俄罗斯烤羊肉串的吧 东北啊 你找的 这是个什么玩意啊 我告诉你 小贱这种稀释的表达方式 你是理解不了的 那每天一睁开眼睛 就是 我爱你我爱你我爱你 哎呀那甜蜜给你甜的呀 小贱 来 走一个 不走 走一个 走走走走 走起来 我爱你 我爱你 塞白的雪 那个 夸我白呢 我也爱你 呜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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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贱呢 不是 你这什么玩意呢 这电话铃声太闹听了 我给你关机了 哎 那是我媳妇咋的 我俩都弄了 那个 这个手机有辐射啊 对小宝宝不好 你光考虑小宝宝啊 那大宝宝的死活你就不顾了 好姐 你媳妇呢 回头我帮你 现在你帮忙我 求你了 好吧 来吧 有什么事抓紧啊 我上线的时间恐怕是不多了 你说老板 你俩子还逼胡子呢 你看杰弗哥 长得也算是一表人渣吧 坑是啥呀 夸你呢 还不内听了 那好吧 你看看你能无关 哪个能过关 好不容易有个瓜子脸吧 还长到了 多好的一个女人呢 你说你都不把事情了 你知道外面有多少个男人看见他想把持都把持不住吗 漂亮 原来你是慢热心的呀 这个东梅啊 这个按理说呢 咱俩离婚了你的事我不该管 但是你说你 这鞋合不合适 只有脚知道 呀 那我这是一个知道一个不知道 哎哟 我是彻底被他的天真给打败了呀 打败你的不是天真 是无鞋 我走了 老高 明天咱们球场见 你也带我去见你的那个他 小剑呢 明天陪我去打高尔夫 打他还用明天呢 你高尔夫啊 你干什么 你干什么吧 杜梅啊 我今天来的意图你也清楚 那就是想跟你复婚呢 但是我一来我看你也没个意思 所以我才编造出来一个小女朋友的事 我想找回点面子 但是 想不玩啊 小女朋友的事是编的呀 啊 我就说嘛 哪个女的那么不开眼能看上你呀 我俩也是编的 这是我大唐经理 来给我送礼赶上了 她是你大唐经理 嗯 怎么的 搞世俗的 好见 你 你别在那上受害者啊 你是 我是好见的内人 贱妹 好见 你今天必须给我个说法 弟妹呀 你可能是误会了 这小两口之间有什么事得沟通 说开了就好了 你像我跟你姐夫 当初啊就是因为一点小误会缺乏沟通 结果我就变成前夫了嘛 你俩现在都和好了 所以说啊 这夫妻之间信任为先 没有信任就没有幸福 来 玉妹 坐下 笑笑笑笑 好见 快 哄我的媳妇 行 好见你说吧 我听你怎么说 咱俩 咱俩还有啥事 要离不 离 我是问你要离不 离条离 我说的是苹果是在里的 离的那个橘子呀 真是橘子呀 我真是被你的天真打败了 哎 打败你的不是天真 是无邪 幸福就是那相识一笑 所有的误会和烦恼都烟消云散 幸福的夫妻就是老年时 在一起回忆风雨同舟的日子 重温一同变老的岁月 记得你最爱穿白裙子 我最喜欢你的大便子 我爱看你傻小的样子 说你是我爱的男孩子 静静坐在湖边的椅子 我第一次抱着女孩子 我们一起钻钱买房子 还要一起生个旁儿子 我不能忘记你的样子 我们一起过的孤儿子 我们一定相爱一辈子 我永远是我的小娘子 你笑我变成了老头子 我笑你变成了老佛子 心里念着彼此的名字 永远不能忘得白裙子 等到我长出了白裙子 一起坐在家 一起坐在家的老院子 看着门底外耍的孩子 你笑我们年轻的日子 我不能忘记你的样子 我们一起过的孤儿子 我们一定相爱一辈子 我永远是我的小娘子 等到我长出了白裙子 一起坐在家的老院子 有一种误会是因为语言表达不妥当引起的 在生活中人们往往会因为各种原因说错话 造成对方的误解 说错话的原因大多都是由于讲话人精神过于紧张 或者压力太大造成的 下面相声中的小伙子就因为紧张 错话连篇并由此产生了一段笑料百出的故事 姑娘的妈妈是说什么都不同意 就是我这老岳母 她听说李精有这个毛病 说一阵一阵的有时候听不见 不同意 可姑娘愿意 对我们俩人感情好 为这事儿娘俩就吵起来了 她那个未来的岳母一着急上火 坏了 怎么 病了 病了 住院了 有病的还不轻呢 那天李精到我们家来找我 师父 师父 您知什么 我看你一个消息 您先等一会儿吧 岳母住院了 我岳母住院了 我高兴什么呀 不 您别误会啊 他找我的那意思 岳母住院了 他该怎么办 这是个见面的好机会 对 我说你傻呀傻小子 你们娘俩没见过 他住院了 你买点礼品到医院去看看他 老太太一看说李精小伙子不错 你跟他姑娘这事儿有可能就成了 对 就这么办 对 就这么办 这孩子真听话 是 到超市 买了好多药药品 包了一大包 就到医院 到了医院一会儿工夫又回来了 怎么又回来了 他一想 我这阵我着急啊 我这阵听力不是很好 我进去了 我说什么老太太能听见 老太太说什么我听不见 他一看我这耳朵有问题 我跟他姑娘这事儿就吹了 没辙了 又回来找我来了 有困难找师父吗 师父 师父这怎么办了 我进去 我一旦出现这种现象怎么办 我说你真糊涂 我是你师父吧 我要对你负责任 当然了 不在艺术上我要教你 在生活上我要关心你 全方位的照顾 这样 我把你和你未来的岳母对话 我给你设计设计 这对话还能设计吗 非常简单 是吗 一般咱们到病房 看病人第一句话都这么问 怎么问呢 您好点了吗 对方肯定说 我好多了 第一句话你就说 说什么 您好点了吗 他说我好多了 你说嗯 那我就放心了 这是头一句 第一句就这么说 那么第二句呢 糊涂 第二句你问呢 您吃了什么药啊 他肯定说我吃了什么什么药 嗯 你说这药对您最合适 这是第二句 第二句吗 第三句呢 第三句你问呢 你说哪个大夫给您瞧的病啊 嗯 他肯定说什么张大夫啊 或者李大夫 你说嗯 他医术高明找的没错 说完这几句话 把李平往这一放 你就走 看不出你耳朵有病了 哎 要不怎么说 您是我师父呢 这主意怎么样 太好了 真听话 嗯 孩子去了 一会儿的工夫就回来了 啊 他又回来了 我问他 我问他 我说怎么样 成了 吹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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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法不吹 怎么 整个眼砸了 这还能砸了吗 我给大家表演表演 您得学一学 进了病房 老太太一看他来了 蹭猛床上一坐 拿眼睛瞪着这个李京 哎呦 李京太紧张了 是吗 光注意背词 就忘了老太太的表情了 没看脸上 抱着礼品站那就问 问什么 妈 您好点了吗 老太太说什么呀 好点了吗 我都快让你把我气死了 嗯 那我就放心了 放心了 妈 您吃了什么药啊 甭吃药 药吃就吃毒药 嗯 这药对您最合适 我是 妈 哪个大夫给你看的病啊 甭找大夫 药找就找 严谋严 对 他医术告明 找他没错 还没错了 相信不是唯一的结果 我只是还没有想到该怎么对你说 承诺不许代表我的错 相信不是唯一的结果 只想再听你说一次 你依然爱着我 既然你并没有犯错 为什么还要多折磨 我每天都这么的难过 到底我做错了什么 既然你并没有犯错 为什么还要不理我 你什么都不肯对我说 请你不要再沉默 沉默不是代表我的错 相信不是唯一的结果 我其实还没有想到该怎么对你说 承诺不许代表我的错 承诺不许代表我的错 伤心不是唯一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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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只想再听你说一次 你依然爱着我 既然你并没有犯错 为什么还要多折磨 我每天都这么的难过 到底我做错了什么 既然你并没有犯错 为什么还要不理我 你什么都不肯对我说 请你不要再沉默